各位好 欢迎收看2024年5月6号的凤凰美洲新闻 我是小匙 首先带您来关注 对于哈马斯接受由美国参与甄选的临时停火协议 美国白宫6号表示 正在评估哈马斯的回应 当天 美国总统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 敦促以色列不要对加沙南法城市拉法发动进攻 在哈马斯6号表示 接受由美国 埃及 卡塔尔参与斡旋的临时停火协议后 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当天表态谨慎 称正在评估哈马斯的回应 几周以来 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亲自前往中东 就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临时停火协议进行斡旋 媒体报道称 这份协议包括双方同意停战6到8周 哈马斯分阶段释放自10月7号后被绑架的133名人质 作为交换 以色列预计将释放数量不详的巴勒斯坦囚犯 并从加沙部分地区撤军 允许加沙人从南部回到北部 在哈马斯接受停火协议前几个小时 美国总统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 敦促以色列不要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发动进攻 And I also want to take a moment to address the latest reports now out of Rafah which was also a topic of discussion on the on the call. I'll reiterate again that we cannot and we will not speak for IDF operations but we've made clear our views about operations in Rafah that could potentially put more than a million innocent people at greater risk. During his call with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the president again made this clear. He also made clear that 美國媒體當天引述兩位以色列官員消息稱 拜登政府上週暫停向以色列運送美國製造的彈藥 這是10月7日以來 美國首次停止向以軍方運送武器 事件引發了以色列政府內部嚴重擔憂 對此白宮6日拒絕發表評論 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近日表示 以色列在拉法採取行動的方式 將會影響美國對加沙戰爭的政策 鳳凰衛視 王兵竹 王天玉 華盛頓報導 對於美國高校挺拔反以的示威持續 哥倫比亞大學6日宣布取消畢業典禮 對此美國白宮表示 一小部分學生的行為 酿成多數學生錯過這一重大活動 非常不幸 而美國總統拜登仍然計劃 在本月出席莫爾豪斯學院的畢業典禮 對於哥倫比亞大學最終宣布取消畢業典禮 白宮6日表示 多數學生因為少數人的行為 錯過畢業典禮 非常不幸 白宮在支持學生和平抗議的同時 譴責各大示威者占領教學大樓的行為 並非和平抗議 而在美國首都的喬治華盛頓大學抗議持續 華盛頓特區警方拒絕了校方清場的要求 白宮6日表示這是當地執法部門和學校的決定 白宮拒絕表明立場 拜登計劃19日在美國黑人大學莫爾豪斯學院 發表畢業典禮之詞 目前已經有超過700人簽署了請願書 呼籲校方撤銷對拜登的邀請 有學生和教師譴責拜登 不僅支持以色列的軍事行動 還試圖把學生的畢業典禮變成競選活動 讓黑人選民成為政治棋子 鳳凰卫視 王冰如 王天逸 華盛頓報導 加拿大警方宣布 逮捕並起訴三名居住在艾明頓的印度籍男子 三人涉嫌去年6月在加拿大謀殺 西克教領袖尼加爾 同時 加拿大警方表示 仍在調查印度政府是否涉及這起案件 加拿大皇家奇警召開聯合記者會 宣布去年6月 加拿大公民西克教領袖尼加爾 被槍殺案件取得突破進展 今天我們來報告 我們判斷三人 為第一次判斷 一名的判斷 和判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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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 22-year-old Garan Brar 是一位 Nationale 佛在乎入aso 22-year-old Kamalpreet Singh 是一位 Nationale 佛在乎入aso 二位 穆克補充 三名嫌犯分别在加拿大居住了三到五年 没有案底 也不是加拿大永久居民 目前警方仍在调查 三人是否涉嫌参与 在加拿大境内发生的另外三起谋杀案 以及案件是否与印度政府有关 警方表示此次行动还获得来自加拿大其他省份 以及美国 英国等其他国家相关机构的支持与协助 被印度政府列为恐怖分子的西克教领袖尼加尔 去年六月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苏里市 一间西克教寺庙外的停车场被枪杀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去年九月在国会公开指控印度当局 涉嫌参与谋杀尼加尔 引发加印外交风波 印度政府否认与尼加尔致死有关 并指责加拿大庇护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 福皇卫视组合请武警苏一恒 温哥华报导 加拿大行武禅寺举办第二届爱地球多元文化加年华 BC省首届佛教文化及国际御佛节 在列治文King George Park盛大举行 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参观 本次活动也邀请了多位高僧大德 从世界歌帝来参加 为大家现场祈福 并与大温地区佛教和非佛教团体 一起庆祝BC省佛教文化日 佛教在北美 在整个世界上 能让更多的行众了解佛家的慈悲与智慧 也祈愿世界和平 任何平安 希望这次的活动带给更多的人 更多的慈悲 主流所谓的人与孙世也好 那么小孩子都可以都来参加 那么这样的也可以互相学习 我们这个佛教文化 跟这个也可以推动佛教的思想 佛教用不同的法门 那么习武法师呢 他通过禅 通过这个武术 通过这个文化来推广佛教 我觉得呢 他是一个功德无量的大法师 本次活动不仅得到了三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也在省议员曲折兵的积极推动下 公布并确定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 定为BC省佛教文化日 这年是第一次在来自文公开出庆祝这个活动 所以看见这么多不同的朋友都来这边 我觉得是可时可贺 这是一个很美的机会 给大家联合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活动当天下着小雨 但并不阻挡演出团体和众多游客 以及佛教信众对活动的认可 这也说明佛教社区将更大程度地承担社会义务 也为佛教文化在加拿大的传承与发展 开辟了新的道路 凤凰卫视曹思思 一鸣江温哥华报道 广告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球财经指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社区工商方面 近日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 和美华基金会 携手多个华人社团及主流社区 举办了亚太裔传统乐庆祝活动 并特别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 本次活动邀请到了 中国驻罗山基总领馆总领事郭少春大使 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新 著名美国移民研究专家 和美国两院院士周敏教授等 出席并发表主题演讲 活动中 郭少春大使深入回顾了 华人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贡献 尤其是在兴建太平洋铁路等重大工程中的劳动壮举 他指出 从那时起 华人不仅在体力劳动上做出了贡献 更在美国各行各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成为了多元化美国社会的重要一环 国会众议员赵美新也在活动中发言 并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庆祝活动 进一步推动中美文化交流 赵美新指出 尽管中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和差异 但这并不应成为阻碍双边关系发展的障碍 他呼吁双方应共同努力 寻求更多合作机会 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我希望我们通过这个主题活动 能够让大家知道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以及我们华裔亚裔 对美国发展的重要性 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主题活动 我们能够更好的 促进中美之间的经济文化 教育等各方面的交流 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在会议上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周敏教授 也进行了题为 反思变动中的中美关系 与美国华人社会的主题演讲 周教授提出 在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下 美中关系的每一次波动 都可能对华人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他指出 新的政策和结构性变化 可能为华人社会带来新的挑战 但也存在机遇 华人社群内部需要加强团结 积极应对 中美关系现在正在处于一个比较严峻的时候 我们在美华人华人都非常的关心 也曾经并且继续努力 在这方面做一些桥梁沟通工作 非常希望和期许 我们中美关系更加正常化 趁着这个美国亚裔岳的历史性的时期 来互相鼓励我们自己在这里的华裔民众 大家一起努力为这块土地 为中美的建交继续努力 做得更好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会长熊文胜在活动的最后表示 透过此类活动 他希望能让更多的美国人民了解到中美之间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以及亚太裔美国人对美国社会的贡献 凤凰卫视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5月3号 癌症治疗中心City of Hope 举行骨髓移植团聚会 数千名接受过骨髓移植的患者 和他们的捐赠者齐聚一堂 庆祝生命的奇迹 现场还有一位年仅9岁的白血病幸存儿童 与他的捐赠者首次见面 年仅9岁的小泰米感动了无数人 他在4岁时被诊断出白血病 经过长达两年半的化疗后 病情却在6个月后复发 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刻 一位素未蒙面的捐赠者挽救了他的生命 来自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学生 Jessica Moon 同时也是该校眼科肝眼症诊所 技术员伸出了援手 Moon的工作对象就是骨髓移植后 出现严重眼表发炎的患者 这种发炎被称为眼部移植物抗塑主疾病 会引起痛苦的肝眼症 所以当有人联系Moon让他捐献骨髓时 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此后每隔几个月 他都会主动联系病人的情况 也一直希望可以在City of Hope 骨髓移植团聚会 见到健康的小Tammy Tammy的母亲深情地表示 捐赠者的骨髓为他们带来的意义 无法用言语表达 这个时刻是对生命最深刻的感恩 也是对监证者最真诚的谢意 想对Jessica和她的全家表示感谢 他们来到这里能见到他们 我们非常的激动 Tammy也是这样的心情 但是她因为长期这个治疗 可能就是一个人时间比较多 所以她通常都是很安静 骨髓还在现场发现 小Tammy和她有着一样的微卷发 City of Hope的潘丽华医生表示 骨髓捐献库里仅有7%的捐赠者 为亚裔 能匹配到完全一样的骨髓 并毫无血缘关系的两位 非常不容易 医生也呼吁 能有更多人可以了解相关知识 骨髓捐赠并不可怕 凤凰卫视 皮奥瑞洛杉矶报道 为庆祝五月亚太裔传统月 美国亚裔名人堂 日前在洛杉矶举办庆祝活动 并宣布2024年度人物名单 庆祝活动当天 来自金融 娱乐 时尚等各个领域的 亚裔精英汇聚一堂 共同庆祝和强调 亚裔在美国的贡献和重要性 亚裔名人堂CEO谢明景表示 亚裔对美国的贡献 需要获得更多美国人的认知和了解 亚裔名人堂通过举办各种活动 和每年表彰 在各个领域表现出色的亚太裔 提升了亚太裔在美国的形象和影响力 明人堂2023年度人物 华人慈善家张强华夫妇 也出席了当天活动 今天5月份5月1号是个亚洲节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时刻 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真的很高兴 我们都是要建造在一起 在我们在这里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大家同心合一继续地努力 美银行总裁Julia Go 获得名人堂颁发的亚裔女性娱乐奖 和2024年年度人物 K Ross合伙人 Keith Hamasaki 向Asia Culture and Media Alliance 创始人兼执行董事 Kathleen Troy 颁发资助奖 晚会周 Markie与钢琴家 Jason Lowe 和音乐总监 Ed Bross 一起用法语 意大利语 德语 韩语 日语 和中文表演 赢得全场鼓声 12岁美籍印度尼西亚演员 歌手曾经营出席活动 并演唱歌曲 美国真人秀天桥骄子 第16届获奖者 龟山剑太郎 也带来他最新的时尚单品现场展示 赵明娱乐动画创意总监 及兔斯基创造者 某某王 现场展现了12生肖画作 他表示 这次带来的兔和马 两个生肖作品 Yaya Dance Academy 现场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 校长张雅靖表示 配合这次传统乐活动 选择的两支舞蹈 融合东西方的元素 以现代舞的方式 展现东方意象和中国特色 能够挑选我们非常优秀的舞者 代表Yaya Dance 来参加这个亚历名人堂的活动 我们今年呢 就是派出了两支非常优秀的舞蹈 一个是独舞 九儿 一个是双人舞 香农 所以这两支舞蹈呢 都是具有这个中国特色 又结合西方现代舞的一个 这样子的创新的作品 活动上还公布了 名人堂2024年年度人物名单 西北地区颁奖典礼 将于9月27日在西雅图举行 洛杉矶地区颁奖典礼 将在10月19日举办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南加州蒙特利公园市议员 饶颖帆 日前举办世界新闻自由日赶餐会 并向长期工作在新闻一线的 媒体记者颁发合状 南加蒙市议员饶颖帆 连续三年举办 世界新闻自由日感恩参会 他表示 在新冠疫情期间 记者们尽管面临防护用品短缺 和接种疫苗困难的问题 但仍辛勤工作 这种精神令人钦佩 因此有必要在每年的 世界新闻自由日表达感激之情 今年饶颖帆联系加州财务长马世云 向记者提供感谢证书 在过去三年中 饶颖帆曾以蒙特利公园市政府名义 颁发证书 这次他希望将这种表彰提升至州级 在了解活动的重要性后 财务长马世云全力支持这项倡议 他认同媒体记者为社区 及时提供新闻所做的努力和付出 并请饶颖帆代表他颁发证书 给各媒体记者 作为加州财务长 马世云积极推动要求 周外和在线零售商 按照加州本地企业的做法 收取销售税 消除了亚马逊等周外和在线企业 声称的不公平优势 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期间 马世云增加了债券资金 以建造额外的4054个经济适用房单位 此外 他一直是从南加州到 拉斯维加斯的Brightline 全电动高速列车计划的领导者 预计将再创造3万个建设工作岗位 1000个永久性工作岗位 1250个劳动力住房单位 绕颖凡表示 加州财务长是我的榜样 我这一次得到马世云 加州财务长的一个支持 他所以给我很多的certificate 拿来也大家一次的 那个appreciate大家 然后我跟马世云的话 也是财务出身的 所以我在最近跟他谈到 我精选完了以后 我最底的最基本的理念 也希望做一些财务的教育 为大家有时女人 尤其是少数种族 所以她也非常的支持 所以在这个理念里面的话 我希望大家也一起的努力 我们继续会社区做出贡献 为大家下一代有更好的未来 今年受到马世云表彰的媒体人 有梁卓荣 张晓彤 殷建峰 陆欣等 冯凰卫视综合报道 由台湾导演朱颜兰指导的电影 一起一起Cheer Together 日前在LA WebFest国际电影节 斩获最佳剧情篇奖 来自台湾的朱颜兰曾经是一位空姐 也是LALA队长 如今她导演的影片 一起一起参加好莱坞国际第15届 风年影展 在15个入围加片中脱颖而出 获选最佳剧情篇 一起一起Cheer Together 是翻拍改编自国际影展获奖无数的纪录片 LA LA EVER YOU 在这部剧情长篇中 导演将《失智症》和《唐士症》这两个人文关怀的议题 融入剧情中 希望借着电影能让更多人了解及认同 这部电影的观众年龄层很广 不同年龄层看到的重点都不同 导演朱颜兰表示 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不同 若通过本片找寻到不同的感动 及鼓舞自己再前进的力量 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这部片其实大部分都是女性 我想要借着这部片代替我们女性说一句话 其实女性有最温柔的坚毅力 也因为这份坚毅力 她从小的家庭 以至扩散到学校跟社会 是社会是一个国家中最中间的分子 最不可忽视的一个力量 所以我觉得有爱的女人最漂亮 有爱的女人最伟大 这次在LA WebFest国际电影节获奖 朱颜兰也表示 希望借着电影 让更多国际友人认识台湾 这是最好的方式之一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随着加州南部地区气温年年升高 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 EMS日前召开研讨会 讨论改造城市绿化 提升社区环境的迫切性 研究显示 学校绿化对儿童的安全 健康和学习能力有直接影响 然而洛杉矶大多数学校 缺乏足够的绿地或遮阴设施 社区组织与洛杉矶学区官员 已开始着手解决此问题 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多元社区基础组织 和城市规划者的声音 共同探讨城市绿化努力和计划 在面对城市热岛效应的持续挑战下 洛杉矶学区与地方政府加强合作 优先将资源投入到最缺乏绿地的学校 这些学校多数位于收入较低的社区 孩子们在炎热的天气中 特别需要遮阴和凉爽的环境 来维持健康和学习动力 改造计划包括植树 增设遮阴棚和建造史外教室 让学校变得更加绿色 也更适合户外学习 在学校的学校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这些绿化项目的推进 相关研究和社区回馈也表明 改善学校的物理环境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整体复制和学术表现 学校绿化项目不仅限于种植更多的树木和草坪 还包括设立水资源管理系统和可拭去材料的使用 这些都是创造更健康学习环境的关键因素 随着项目的逐步实施 期待学生们能在更加舒适和激励的环境中成长 最后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更多的新闻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